真实快乐家全新系列 为您播出丰盛的乐龄生活 亲爱的朋友你好 我是管家罗靖芳 很高兴再次与 翱翔辅导服务中心的主席 专业心理治疗师 袁凤珠老师视讯连线 凤珠姐你好 靖芳你好 凤珠姐 如果有一句名言 她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都会变老的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却很少有人想到老年人也是需要成长的 今天我们要继续向您学习了 是我们要接受自己已经有年龄了 但是呢我们虽然不能够在青春 但是我们的心态仍然要继续的来成长 否则的话我们也跟不上时代 反而成为儿女们的烦恼了 是的 年长了也是需要有一种心灵里面的坚持 要坚持些什么呢 凤珠姐向您讨教一下 我觉得要坚持自己一颗美丽的心的态度 美丽的心灵 对 很坦白说 我跟一些年轻人交往 发现有一些大多数一些年轻人 他们对老年人的印象大多数是比较黯淡 还有有一些些的排斥 那观察一下很多老年人 我们已经没有永远了 再加上地心细利的关系 我们的脸孔都会下垂 也有皱纹 但是呢我们在年长时 我们长相已经无法选择 我们没有漂亮的外表 但其实这不会影响我们变成漂亮的人 怎么说呢 我记得有一年因为我的父亲上天堂了 我非常的哀伤 难受 思念他 那我照镜子看我自己的永远很昌老 但是我还是要继续工作 继续做辅导 那我觉得我的脸孔怎么这么糟糕 来辅导的人心情已经不好了 还要看我这种憔悴的脸 可是过几年后 当我跟他们在谈起我当时的样子 他们的反应都说 你昌老吗 不觉得 我总觉得你很闪亮 我总是在你的身上学到 和听到很多的启示 听到很多的教导 我马上明白起来了 原来一个人跟你相处 不会在乎你的荣貌的 而是在乎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感到如何的欣慰 那才是最重要的 对 跟你相处的时候 从你身上所感受出来的 那股正能量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是 但是我们要很坦诚承认 很多老人家 暮年之后 就因为 这个思维 比较黯淡 消极 因为可能没有社会地位 又感觉 没有被重用 所以为什么一些老人家 一直要抢坐 来干涉儿女的生活 就是他们一直要感觉自己还有用处 那反而是反效果 那其实我一直说 我们要积极操练自己 有一个积极心态 因为你有积极心态 你就有积极的生活了 美丽和时尚 其实是一种态度的 不管多少岁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些已经七八十岁的年长者 他们仍然穿着非常的优雅优秀 还讲究颜色的配搭 还有那一个用丝巾 用领带 怎么样的来使自己更加的时尚 会看到他们这个保持优雅的身影 还有穿得很得体 其实这就是他们的自尊 也是一种尊重别人 就好像我们去参加宴会 我们总是要穿得很尊贵 是因为要尊重那请客的人 对不对 尊重主人 尊重你身边的朋友们 对 而很多时候我们步入年老了 我们要去经历这个变老的过程 你看到有些人就活得很疲惫 老气很秋 可是有些人就活得很轻松 老得漂亮 所以年老需要有一个修炼气质的爱好 对对对 内在的气质我想是需要不断的来充实 来操练的 那我记得凤朱姐您也曾经说过 年老了没有美容也要有笑容 我想这个笑容也是发自内心的才是真美 对我觉得如果我们还不能够内在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从外在来先操练 就比如说先操练对着镜子微笑 看到人就想到我要微笑 因为年长者我们又满脸皱纹 如果我们不笑的时候 可能感觉是很凶的 很难靠近的 很有距离的 所以我们先从微笑 然后也从外面很好的打扮 你看我那男孩是穿着有花的衣服 那来先做一个开始 然后再慢慢操练里面的气质 修养学识良知 这些内在的东西不是我们听听说说而已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兴趣爱好来增补 就好像我在学这个古真 我想象我是一个古代美人 自我陶醉一下 忘记年龄了 有一个丈夫的分享也让我很多的感触 说她的妻子很喜欢一个丝巾 很漂亮的围巾 她就买给她的妻子做生日礼物 可是她从来都没有看过妻子拿来用 那她就问妻子为什么你不用 她就说我要等大日子 特殊日子才用 但是因为我们年长了 大日子其实不多的 对吗 所以当妻子去世之后 她发现那个丝巾 仍然惺惺的在盒子里 她也发现她 妻子很多很喜爱的衣服 新衣服都没有穿 那当时她会说 我年长了穿这么花俏 会不会给人家批评 可是这个张姑说真可惜 这一些东西本来是她的 因为没有用就变成不是她的了 同样的在钱财方面也是 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贫穷的富有人 你看来很富有 但你那些应该花的应该享受的 你却没有去好好享受 你的情绪也不好 心情也黯淡了 是我记得有一位老师曾经说过 你赚了钱你不用 那这个钱就不是你的 对我们常常会把我们老父母的生活方式放在自己身上 可能我们也不是很赞成我们老父母的节俭的方式 但是我们自己可能也会很自然 节俭 可是节俭过度就变吝啬了 吝啬过度被形容终究贫穷 就是你等于好像一个穷人 我有一个朋友他为了要节俭 结果他不要交朋友 因为朋友就是会去喝下午茶 会要去公园玩逛街 要出入门票 所以他为了不要这些应酬 反而他后来却反而活得非常的孤单 变成孤独了 真的我们也要学习做一个金钱的好管家 要好好的管理使用我们的钱 该用的时候就一定要用 不该用的时候当然就要节省了 比如说很多老人家不肯培养爱好 比如说诗书音乐美术或者体液 因为他们觉得这些都要花钱的 但是他们都不是没钱的 他们其实很多钱 所以我们有时会潜意识说要留给儿女 但是我接触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父母给他们的遗产 大多数是去浪费的 因为不是自己赚的钱不会珍惜 所以以其你留给你孩子一百万 跟给他三十万 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样的 是的 真的是孩子有他们自己的天地 他们也要凭他们的本事才敢去赚取 对一个真正有用的负责任的孩子 他一生受用的是他对自己的人生有规划 而不是要依靠父母的遗产的 我们要悠然的步入晚年 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是我们也要淘汰我们的性情 培养我们的人格 滋润我们的心灵 我们知道有很多年长者 也是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 贪贤 或者是常常的来 有很多坏时候 尤其是男性的年长者 就会变得自暴自欺 吃喝玩乐 吃喝嫖赌 所以我们要知道 秉革到年老的时候 也不能够松歇 也可以修出一个漂亮 养出一个精神 好让我们上天堂之后 留给我们的后代是个美好的榜样 甚至于是他们一个美好的回忆 所以如果我们有坏时候 我们最好去戒掉了 真的 就是要让自己优雅的 来面对我们的年老的这个阶段 奉知姐还有些什么祝福的话 要对朋友们说吗 对 我觉得我们要把人生中的 勇努成福 名利地位 洗地的干干净净 不要想当年我是如何如何 我们要追求生活的质量 尤其是要健康快乐 这样不是更漂亮吗 美丽是一场场跑 并不是属于某一个年龄阶段 我很少看到年长者 能保持好一个标准的身材 但是一些新时代的人 他们在年轻时候就一直保持 他们的这个 比如说20岁保持青春 30岁活得阴慰 40岁活得智慧 50岁活得坦然 60岁活得轻松 七八十岁就成为无价的宝 也就是说你要看一个人 他的外在 他的身材 大概会知道他生活的态度了 所以即使我们白发常常永远持目 其实也我们有一颗爱美的心 就会造成有颗美丽的心 就是一个怎么样 有宽容人的心态了 是的 真的 真 善 美 还有爱心 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 非常难得 我们一定要抓住 不要放 对 非常感谢专业心理治疗师 翱翔辅导服务中心的主席 袁凤珠老师 我是罗靖芳 我是袁凤珠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了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